凭借直爽的性格和霸气的处事风格 行走娱乐圈多年的范冰冰 也从懵斗的小姑娘出落成了潇洒大气的范爷 虽然有着如此响亮的名号 但冰冰还是笑颜 自己私底下也是有着很柔软的一面 6月20日范冰冰显示上海为其代言的某按摩 以品牌活动展台造势 身着一袭红色异地长裙的范爷 竟显优雅与妩媚 一颦一笑都让现场掌声不断 谈及范爷这个早已有点 深入人情的外号 范冰冰笑颜自己其实是个金刚芭比哦 可能通过时间越来越长的了解呢 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范冰冰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娇柔的一个女孩 她可能有一些坚强的性格 然后有一个汉子的特质 但其实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应该是一个金刚芭比 对 但我也有很强的这种 啊 幸福的 但是我也有对很柔软的时候 范爷也有柔软的时候 那一定是面对着大黑牛李晨 自从有了大黑牛的保护 范爷也是甘愿做个小女人 如今恋情甜蜜的两人一度还爆出了婚期将近 范爷已经怀孕等爆炸性新闻 虽然没有直面媒体回应这些问题 但是一谈到李晨范爷 还是娇羞地表示 他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哦 白马王子的定义应该是一个 有担当 有责任感 会生活 嗯 会照顾 呃 女性 对 李先生也是非常美妙的 好 我给你点个办法 喔 你 你 你的 你 你